大家好,我是老何 最近茅台特别火 一路的飙升 价格已经是一天 基本上一个价 然后进入到11月 我运气也特别好 1号那天就抢了一瓶茅台 今天到货了 而且今天中午呢 今天上午吧 10点钟我又抢了一瓶 来说一说吧 我11月1号那天 11月1号那天 抢了这个茅台在京东上 非常的幸运 因为什么呢 前两秒我是没有抢到的 然后 当我再次点进去的时候呢 就抢到了 成交的时间呢 是18点00分的09秒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啊 抢茅台还真不一定就是 手快手慢的问题 还有个真的是运气的问题 之前几个月呢 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抢满五瓶的名额 但是到了七八九的三个月 基本上一瓶也没抢着 10月份呢 因为忙于这个工作 还有疫情呢 也就没去抢 这个进入到11月份 开门红 第一天的傍晚呢 无意中 就那么寸的 就给抢了一瓶那茅台 19年的茅台大概在这个都2700了啊 这个上次已经在中秋节前呢 把手里头的茅台都已经出手了 所以说这次再囤点吧 然后过年的时候再出手 目前已经11月份 这在五天啊 两瓶已经到手了 所以说这个大家最近各个渠道 都是在围绕这个茅台啊 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下功夫 其实我也想说的就是 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要去靠软件 或者是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营手 但是呢 没事的时候呢 买个会员抢一抢这个还是可以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呢 只要你去用心下功夫 还是能抢到的 并不是说是 怎么也抢不到吧 但是这个会员钱肯定是能够挣回来的 还有就是这个出手的时候啊 一般我呢 是敢在这种中秋啊 还有这个春节前后呢 会出手一些这茅台 当然这个时候呢 也很好出手 不必要去给到饭的时候 有一些呢 那个人会买一些这种茅台啊 去作为一些商务活动啊 等等这些的 所以说价格呢 会稍微高一点 还有呢 有很多地方呢 我知道就是他们跟这个某些人是有合作的 基本上我这边一抢到呢 他这边电话就过来了 就想把你手里的茅台呢 基本上加个几百块钱就收走了 但是我没有 我一直就先存着吧 等到过年的时候呢 再把茅台拿出去 应该会是一个好的这个价格 但是肯定一点 就是你肯定不会亏吧 所以说囤点茅台 硬通货还是挺不错的 53度的飞天茅台 反正我自己啊 就认为我从来没有喝到过真的茅台 我也不知道 真正的茅台是个什么味儿 基本上 抢茅台的人不喝 然后呢 不抢的人呢 他也不知道 这里头有多难 好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这个抢茅台的经验 我目前就是一个啊 就在狗东上面抢 剩下的像猫啊 还有这个狮子啊 我基本上没去下功夫 因为没那么大的时间去玩这个 有一些人各大直播间里头 也在有这个茅台的这个活动啊 我也没有去参与 小打小闹 玩一玩而已嘛 有需要呢 就囤点 没有需要呢 抢不到呢 也无所谓 就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说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 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在前几个月呢 确实呢 有一些抢购的这个技巧的 我每次都是电脑和手机同时的这个操作 概率呢会高一点 但是后来狗东改了规则以后呢 就很难了 但是最近这两次呢 我又抢到了 所以我还是会有一些经验总结给大家吧 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吧 拜拜 我一直在评论区的那个人 我先来评论区的那个人 我去帮助区的那个人 我还是要那些过来的 但是我去帮助区的那个人 我来评论区的那个人 我先来评论区的那个人